莫蘭地颱風目前的位置在哪裡 其實就像剛剛提到的 莫蘭地其實現在還有海陸警報 最快等一下11點半的時候 金門可能會脫離路上警報的氛圍 但是海上警戒可能還不見得完全解除 但後續還有一個的颱風警報 所以防台的腳步不能夠鬆懈 而且防台的地區要從南邊 一路開始往北邊轉 目前莫蘭地颱風是在福建的陸地上面 所以持續的在減弱當中 已經來到了中台的下線 金門還有一點風雨的狀況 但隨著暴風圈逐漸的脫離 而且暴風圈正在縮小當中 所以金門大概11點半 就可以解除路上的颱風警報了 雖然說路上警報陸續在解除 但是好雨特報還在發 我們來看看最新的雷達回坡圖 因為颱風怎麼講 它是一個完整的一個各地 都有一個圓形的環流的降雨 所以現在前端的降雨 可能是在大陸的雨堤上 但是後面的環流 其實還有一些雨帶 影響到台灣地區 包括了南部東部 其實都還有一些 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在好雨特報的部分 還是要提醒台東 花蓮 高雄 跟屏東山區的觀眾朋友 今天至少在今天的上半天 可能也就是在中午之前的雨勢 還會比較大一些些 特別的留意 再來在大雨特報的範圍 是屏東的平地 台南基隆 南東山區 新北山區 跟金門 澎湖也要注意 因為北部可能 也有一些地形性的作用 會發生一些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其實在降雨的部分 也請大家後續都還要注意 再來就是剛剛提到的 馬勒卡颱風 你看看它現在在哪裡 來看看馬勒卡颱風的 顯示路徑 目前馬勒卡的中心位置 距離我們台灣的鵝卵 比大概是1000多公里 速度很快 每小時20轉24公里的速度 朝西北溪轉西北的方向 靠近當中 也就是因為它速度很快 所以最快今天晚上 就要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了 有沒有可能接著發布 陸上颱風警報呢 或許如果當這個颱風的路徑 沒有像隨著太平洋高掐的勢力 那麼快的退走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 把他路上颱風警報了 所以也要提醒 北部跟東北部的觀眾朋友 接下來的馬勒卡 是衝著北台灣而來的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不過在接下來 它靠近台灣的北邊的狀況底下 北方會有一道橋線 很快的把它拉走 所以影響的時間 可能就是落在明天的下半天 到星期六這一整天 星期天後續 就要看看它的狀況了 所以其實星期六這一天 你可以看到17號的凌晨2點 它中心位置是在宜蘭的東邊 就17號的這一天 就是最靠近台灣的時間點了 目前它是一個中度颱風 集中率最大風速 每秒35公尺 有沒有可能再持續增強呢 有啊 還是有可能的 所以影響台灣的時候 它會是一個中度颱風 所以或許還是要提高警覺 再來我們就看看 接下來這兩個颱風 交替作用底下 有一些什麼樣的時程 要特別的了解一下 今天上半天 其實波蘭地颱風的外圍環流還在 好 雨特報現在還在發 還在一下 今天的晚上開始到 明天上半天相對來講 天氣會比較穩定一些 各地的雨勢 有機會比較緩和下來 對於南部跟東半部地區來講 比較適合趕快做一些修復 重建的工作了 明天下半天開始 馬勒卡的外圍環流也就到了 北部東北部地區 漸漸就會開始出現下雨的狀況了 如果會發露上颱風情報的話 時間也會落在明天的白天 明天晚上到後天 就是馬勒卡最靠近的時間點了 北部東北部這個雨勢的狀況 其實都會有 會不會有風呢 就要看看我剛剛提到 馬勒卡接下來的路徑 到底會不會比較西偏靠近 那星期天這一天 現在還有變數啦 如果馬勒卡路徑比較靠近 速度會慢一點點的話 星期天可能還會受到影響 但也許如果它比較快 而且稍微沒那麼偏西的話 也許星期天的天氣 就會逐漸回穩 後續還要再觀察 不過總之提醒大家 明天的下半天開始 一直到星期天的這一段時間 務必要特別留意在北部東北部 那大家也知道了 這個連續假期四天 可能很多人就安排 去山上去海邊的活動 要提醒大家 墨蘭蒂前角還沒走完呢 山區的雨勢還在持續下 都還很危險 海邊的風浪也還大 緊接著 這個馬勒卡又來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 這四天假期建議大家 山區跟海邊的活動 盡可能還是避免 畢竟兩個颱風 從北重南 這樣夾擊的一個狀況之下 一定要注意安全 還是建議大家 比較採取室內 或是在市區的活動 會比較理想一些些 以上就是這節最新的颱風動態